再来看一下有关那个就是刚刚主要是讲有关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拖曳资源 然后再来就是算数运算值 这些应该有练手了吧 反正回去自己练一下 其实这边有一个地方没有提到 我觉得可以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这也是Python的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可以把某个字串 你现在再做一个评论 评论什么呢 一个字串 比如说A这个字好了 如果我现在评论了 它输出应该就评论了一个A 这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现在需要10个A的话 那以前的直接是打10个A 那可是哦 如果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用乘号 你想说乘 字串怎么乘 字串不能用乘吧 可是哦 很特别的哦 它这边有个概念 A乘上10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A这个字哦 帮我重复repeat十次 有点像Excel里面的那个IPD函数 repeat几次的意思 OK那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哦 你会发现 就10个A了 这个还蛮妙的 那这种方式的话是其他语言是没有的 你如果在VBA没办法 你如果在VBA可能要跑回圈 输出一次输出两个回圈跑十次 OK但是在Python的话呢 写这样就可以了 OK 刚开始看 好厉害 这样好方便哦 对哦 我们就不用repeat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另外顺便提一下 就是说如果成的话 你还可以用在字串上面 这个蛮特殊的哦 其他的话就是关系运算值 所谓的关系运算值 两边比对一下 是否相同 OK 那等于的话 在VBA里面是一个等号就好了 可是在Python里面的话是两个等于 两边都要等于 OK 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 那不等于的话呢 就是一个惊叹号 不等于 在VBA里面是小于大于 这不一样 大于这个都一样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这个没什么问题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 他如果等号的话一定是两个 不等于的话呢 一定是写成这样 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再来的话 还有所谓的逻辑运算值 那则相反 如果很少用 and跟or 有没有 比如说你那个逻辑判断有 两边都要为true 就是交期的话 用and OK 连辑的话就or OK 这个部分的话 用起来基本上跟VBA 没什么太大差别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 希望写一支陈次 什么陈次呢 判断年龄 什么年龄呢 如果有个逻辑 我希望这个逻辑是什么 假如 他的逻辑 陈次在这边 小于18岁的话 未成年 18岁到30岁 青年 31岁到60岁壮年 反之就老年 OK 那我这边执行一下 如果我是有写一个无穷迴圈 意思就一直跑 25岁 青年 再输入 62岁 壮年 62岁还是壮年 65岁还是壮年 66岁才到老年 120岁还是老年 OK 你会发现 其实我这边是写一个无穷迴圈 理论上是跑一次就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这样方便跟各位解释 如果15岁 未成年 那什么时候跳离呢 9999 Enter 就离开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主要就是 只要输出一个 因为我这边要让他不断输出 所以我会多写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话友回圈 话友有点像油门的意思 油门踩到底 那什么时候停下来 当那个999就brake 所以这个是油门 这个叫brake 就是刹车 停掉 这个后面回来再讲 我先讲一下有关这个范例的稍微说明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如果只让他跑一次的话 逻辑大概是这样子 OK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怎么 记一下18 18到30 31到65 那如何撰写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年龄 那我要怎么让使用者输入年龄 特别注意 h 这个变数 等于什么 input 请输入年龄 OK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我就print 假设我把这个edge print出来 几岁 对不对 OK 这个是input 这个是output 知悉 前输入15 15出15 但问题我现在不是这么简单 我是希望什么 我输入之后 你帮我判断一下 他是在哪一个年龄层 OK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怎么办 我就在这个edge的第二行部分 写一个逻辑判断 if 特别是要if 那特别是要if哦 一定是小写 如果什么呢 h 假如他是小于什么 18岁的话 冒号 冒号的话是做什么 enter 特别是要冒号一定要加 没有冒号不行 那你会发现哦 enter过之后 你会发现他这边一定会有个缩牌 这个缩牌 一定要有 因为python 把缩牌 当成是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正确缩牌 城市一定会出错 OK 意思是说enter 如果他是小于18岁的话 那我就什么 我就 这个就不要print了 我就print了什么了 print 未成年 我们先做一重逻辑 未成年 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它输出一下 执行 理论上你也想说 那应该OK 我若输一个15岁的话 那他应该会正确吧 15 那应该会怎么样 因为他15岁啊 他是小于18的 所以他应该会跑这边嘛 OK 我们来看一下哦 anend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哦 马上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什么错误讯息 各位可以看一下哦 他会出现什么 type l 又是type l 而且他会跟你讲哦 这边有个超连结 你把它点一下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错 所以以后这边点一下 就知道这样 哎 哦 已经线锁了 在这里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 if不会错啦 18也不会错 所以错应该是错在这里 哎 那你就想说 type l 而且底下跟你讲说 他这个 有没有小于啊 他没有support between什么呢 这个 在string跟end之间的比对哦 哎 所以他已经跟你讲哦 因为18是int h是什么呢 是string 哎 特别注意哦 为什么呢 请各位看一下 我这边先把它 这两个先注解掉 注解怎么注解 Ctrl加斜线 这个斜线是 哎 键盘上有个竹子的竹 有没有 问号那个 问号 Ctrl加斜线 选取的范围就会注解掉 注解 另外注解的话呢 就是前面加紧字号 啊 如果你要取消注解的话呢 就Ctrl再加斜线 斜线就是问号那个 OK 按一下就是注解 按一下就取消 这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快速键 那我们来做什么 因为你想说 哎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那个 哪边出错 因为他说typeL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知道了 type 什么呢 把 h 这个变数怎么样 拿来type 我就知道了 type是什么 把这个变数里面的 形态告诉我一下 虽然我输入15 对 Enter 你会发现哦 虽然我输入的是15 但是你会发现input 过来的东西 一定都是自串 那你要该怎么办呢 哎 做一件事情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呢 把input的外面包个什么 int 比较好 括弧 后括弧一下 意思就是把15变成15的数字 然后我们再来判断 ok 所以这样的写应该执行一下 多一个int 转型 输入15 Enter 未成年输出 没有问题 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好 其他的话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输出18岁以上的话 19岁 他成年了 可是他没有反应呢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请你在下面再加一个else 冒号 跟那个VBA蛮像 只是说他VBA没有冒号 Enter 好 那就print了什么 print了成年 那这个是所谓的两重的逻辑 执行 19岁 成年 ok 那如果说我要再做更复杂一点的 那就多重 比如说你想说 老师可是我不要啊 是成年 我希望他再分三个等级 哪三个等级呢 如果是18岁到 然后刚刚三十还是三十五 三十五是青年 然后35岁到65岁是壮年 然后65岁以上的老年的话 诶 这地方怎么改 ok 就是多重逻辑 所以刚刚是一重 两重 再到多重 那其实这边会讲 跟VBA写差不多啦 其实大同小异 其实不管哪用语言写还 也就差不多 只是与法稍微差异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试着写一个成年 跟未成年的一个判断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试着把它改成多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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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